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哥 帮帮忙 给我搭个路 安排条船 两个人越快越好 高定靠我 对不起 拉你下水 有内鬼也没办法 做这行早就了淘了 走之前能不能再帮我做点事 事成之后再给你一笔钱 钱 好兄弟跟我谈钱 要不是有你啊 我现在早已去了堆天区了 记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 喂 小子 把钱包拿出来 什么事啊 那以后我就是你老大 你每天要交保护费给我 神经病保护费 小子 把钱包拿出来 不是吧 你只有一毛钱啊 把一毛钱还给我 臭小子 你别跑 老大 保护费 笨蛋 我叫你收保护费 竟敢给我一毛钱硬币啊 不是 老大 那人说这一毛钱很值钱呢 你还顶嘴 你们给我好好教训他 是 不要老大 不要老大 不敢了 你的事干什么 给你啊 保护费 你以后就不会被人打了 喂 我没事的 不用担心 你 把这个送去桌球室 交给蛇彩 是 老大 我没事 不用担心 我没事 不用担心 我要去外国读书了 多跑你个羊妞 算我在这儿 你小心点儿 我不再没人照顾你 我没事 不用担心 法院处送了个案子来 这是你第一个案子 一个客户 他在哪儿 气流病房 李先生 我是刘关张律师楼的卓律师 我来帮你 盛阳 我本人冤枉 我真被撞死人哪 因为我有案底 他们全都不相信我 你要救我 我不想一辈子这样 你要救我 你没有做过 我一定会帮你打赢他 好好好 我也是 Ґ了 尽快点儿 你三个人 巳妞妞 要撞下车的车主 幸亏你啊 找到另一辆车的摄路机 查住是对方突然抄车接线 我为了躲他 才会撞到人的 谢谢你 我说过 一定会帮你嘛 怎么样 有什么打算 还能怎么样啊 我这种有暗底的 到哪儿都会被人看不起了 幸亏遇到你啊 不然呢 我又要坐牢了 觉得这儿怎么样 我听人说做车房能赚到钱 干吗 想开车房 你请我啊 想请你做老板 你说真的 我还有笔生意想算你一份 我欠你的 这辈子都还不清啊 您好 我是若飞 请你留下口讯 我没事 我没想到你 我没想到你 别稍等 要花时间 慢慢地 你没事吗 脱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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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会再扔下你 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失去至亲的感觉我明白 不用说了 谢谢 你自暴自弃也没有用 失去的是不会回来的 我说了 别再说了 最近很多人跟我说叫我发愤 我知道 其实我跟你一样 在一次意外里也失去了至亲 没有了最重要的 那种感觉 就像从天堂掉下地狱一样 整个世界都变了 我自问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对方 把所有人都变成了 所有意外都发生到我身上 你也没想过 我们可以操作意外 我们亲手制造意外 我们从意外中 失去了最重要的 就从意外中拿回来 我好恨你 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要离婚 但是你不肯 是我长日杀你的 但是为什么你死了我一点都不甘心啊 你好自私啊 这种人不值得可怜 你觉得我们这么做 到底是帮他还是在害他 人性就是这样 不见棺材不落泪 认为很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 你看看 在身边的时候不珍惜 没有了才知道后悔 这个世界已经有那么多天在人活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吃饱饭 没事干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 没有真正失去过 是不懂得珍惜的 你做了一件好事 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没人赢得了我 谁等我 我杀谁 昨天没找到你 我 我昨天 跟那个人在一起 不是 我昨天很早就睡了 手机又在充电 所以听不到电话 让我做好了 你辛苦了 那我去把花插上 可以吃了 你平时不是很喜欢吃义粉吗 为什么最近经常做中餐 人很奇怪的 当你炖炖吃义粉 就算做得再好吃也会腻 你做得那么好吃 炖炖吃都不会腻了 陈老师 谢谢 怎么了 戒指呢 对啊 戒指呢 刚才明明还在手上 厕所 有 真的在这儿啊 我找到了 我想是刚才插花的时候 怕弄脏了 所以就摘下来 放在洗手盆里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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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么紧张就是喜欢了 来 吃饭 哦 吃饭 若飞 我忘了盛汤了 帮我盛 怎么样 布鲁 成姐那边 一切照计划去做 我伤不了他 可以伤他身边的人 看他到时候救得了谁 我已经叫晋超安排好了 哎呀 我 我肚子好饿 忽然想回家 做点好东西吃啊 没问题啊 做完手术之后 好了回家做 啊 我想起来了 哦 报了个社交舞蹈班 今天第一天上课啊 你 你跟医生说 我的手术过了几天再做吧 乖呀 你当睡一觉 睡醒之后就没事了 不行啊 听说那个老师 是个美女啊 我介绍美女宝婆给你啊 还有 我答应你 做完手术之后 你想玩什么做什么 我都陪你好不好 如果万一有什么疑问 那怎么 放心吧 我跟医生谈过了 也上网做过了调查 这类的换心办手术呢 成功率达百分之九十 还有这间医院是百分之一百啊 妹妹 意外就是意外啊 谁也想不到的 放松一点 我这个妹妹呢 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的 好不好 说话要算数 没问题 谢谢 张先生 时间差不多了 做手术之前 我们再帮你量一次血压 佐治少爷呢 为什么还不见他呢 不知道 他刚才说正赶过来 我帮你打电话再问一次 哦 喂 浩子 你到哪儿了 臂子要进手术室了 你告诉他 我正在买他最爱吃的 南枣核桃糕 很快就到 OK 没问题 快一点 妹妹 怎么样啊 如果他来不了呢 改另一天再给我做手术吧 佐治少爷说呢 正在买你最爱吃的南枣核桃糕 等你做完手术之后 就可以马上吃到 那我 我 你的血压和脉搏都OK 手术室已经准备好 我们随时可以过去了 谢谢护士 Come 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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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想要两盒南枣核桃糕 谢谢 谢谢你 我这车呢 喂 罗飞 你在哪里啊 什么事啊 我有很重要的事 要跟你说 B仔就快要做手术了 我现在要赶去医院 你听我说 你今天要小心一点 你身边的人也要小心啊 你现在在哪儿 我不太方便见你 解释不了那么多 我一会儿来找你 不要啊 总之 你不用担心我 你自己保重 我们意外取其目 就请支持 邓太太 热死人了 我是走过来的 前面那条街 突然有辆货车出事翻车了 堵住了 把所有车都过不来 就是啊 搞得车转不过来 我就是提前找下车走过来的 哈喽 怪不得这么堵车了 等了很久啊 你来这儿干什么 接金米放学啊 为什么突然来接金米放学啊 哦 我答应过他 出新口味冰淇淋 能够陪他一块儿吃 顺便跟你 你别说了 我今天什么都听不到 他没放学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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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米 帅哥哥 金米 金米 怎么你爸爸不一样啊 是啊 这个帅一点 就是你的新爸爸吗 这是一鸣哥哥 他很厉害 所有IQ题他都能答得中 挺开心哦 好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一会儿是不是跟妈咪去吃冰淇淋啊 是啊 金米 金米 不行啊你要去补习社 不去补习社行不行啊 当然不行了要测印 我要吃冰淇淋 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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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米啊 金米 金米 金米啊 喂 喂 还没来到地市 要我接你啊 你想怎么样 别以为自己有特别能力 就没人伤得了你 你想说什么 直接点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意外 发生在你身边的人身上 你会怎么样 你别搞伤害 你说的 那我搞别人了 有什么意思啊 看没看见小朋友头上的星气球啊 静气 这个时候有人点火 会出什么事啊 怎么样 你没事吧 金米 你怎么样 好 任务完成 等开好戏 你看着它 你没事 来 来 你往这走 なる坏 还有 monopoly 车子 Not angry 快吃 动了动了 你别乱动啊 快报警啊 这个 这 怎么怎么 zen 动了 越来越 Trump 怎么в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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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 这 出去 你别乱动 你想去哪儿啊 救我车就来了 我没事 救我 救你 救我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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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臭小子 现在很想我死啊 不是 大哥你一定比我长命的 没有大志 如果有下辈子你做大哥 我给你 谁先喝完谁做大哥 臭小子 耍赖子 喝完 干杯 干 干 来 干 来 您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请稍后再打过来 在哪儿啊 怎么现在还没到啊 B仔已经进手术室了 我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尽快到 请稍后 请稍后 喂 别玩太久了 洗澡时玩 小心着凉 知道了 妈咪 再等会儿吧 没洗完呢 喂 你还玩啊 你是不是洗澡的你 小儿哥哥好有点 你别挠我 我哪有挠你啊 你是不是男人啊 怕养 男人就不怕养了吗 当然了 帅哥哥你好厉害啊 不怕挠啊 不过还没有刚才那个叔叔厉害 你不怕吗 有一点 我看过卡通片超人打怪兽 把怪兽打飞两条街 什么 超人打怪兽 哎呀 拿东西砸我 怪兽打超人 快点洗吧 来 喝杯东西 谢谢 她睡了 是啊 今天发生那么大的事 刚才你还跟她疯 现在睡得像死猪 辛苦你了 别客气 对了 给你看看 什么 现在这条短片在网上疯传 连新闻都播了 糟了 船这么厉害 怎么收场 大家还说得很夸张呢 讨论区啊 说她是外星人或者是怪物 地狱使者啊 恐怖丧尸啊 还是她可能有辐射 要抓她去研究解剖 平时见George她很正常 怎么她能这样 世界这么大 很多事都解释不了 不过她又不害人 我们不应该对她有偏见 她不止没害人 还经常帮人 也对啊 那些在网上胡说八道 乱攻击人的人 不是更可怕 糟了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这种情况要是我先躲一躲 医生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手术过程顺利 身体状况也很稳定 她什么时候醒了 每个人接受麻醉药的反应不同 有人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有人需要久一点 很难说她醒过来的准确时间 病人就算醒了 也要留院观察二十四小时 你在这里也没用 不如回家休息 等病人醒了再来照顾她 好啊 谢谢你啊医生 那我明天再来 先生 认不认识这儿的老板乔文杰 认识 我天天都来买咖啡 看她平时 思思文文的很有礼貌 外表也很正常 原来她有特异功能的 她那个人有点怪 平时不太爱说话 有一次我看见她 一直看天傻傻的自己在笑啊 难道好像韩剧来自新鲜 挺可怕的 现在什么情况 有没有消息 出来出来 来来来来来 阿四 各位那短片你们有什么说的 往这儿很多传闻说你们 警察坐视请让一下 这件事到底是意外 还是有人启动谋杀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是要找乔先生协助调查 有关今天中午 在小学门口 发生的高空置物事件 我又不要发给她 各位 事情还在调查阶段 无口风高 背囊 背囊 说一说 我现在不方便听你电话 有什么请留言 昨天下午发生一宗离奇事故 因为男子被高空坠落的冰箱砸兽 怎么会这样 受重伤倒闭 不久苏醒 我现在不方便听你电话 有什么请留言 我正在做事 不方便听你电话 请留言 查治 宁然 我刚看了新闻 查治怎么会这样啊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好不好 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啊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只想关心你 也关心George 他伤这么重有没有事啊 有什么请留言 对了 你说他有什么特别能力 是不是啊 其实他不会死的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虚弱 很需要人照顾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傻瓜 我不帮你帮谁呢 幸亏你在这儿 看你脸色苍白 是不是一早上没吃东西呢 我怎么吃得下 B仔刚刚做完手术 我 行行行 我给你做吃的好不好 我现在不发麦天音电话 有什么请留言 喂 George 是不是你啊 你在哪儿啊 你现在是不是很辛苦啊 我来帮你啊 你在哪儿啊 喂 你是谁啊 陈佳琪 陈佳琪 我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 是什么 你在哪儿 别问这么多 总之一会儿我会发地址给你 一个钟头以后在那里等 你是谁啊 你不用怕我是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 相信我 我是乔云杰的朋友 是他叫我来找你的 我凭什么信你啊 他为什么不来 他能来就不用我来了 喂 时间不多了 你是不是有意外集团的证据啊 看什么看 一看就知道我是正义的朋友了 你说是就是啊 你不信我没办法呀 但卓盛阳就在外面 你这次幸亏碰到我 下次就没这么走运了 相信我 证据在储物柜里 储物柜的密码是个 我 我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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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报警啊 正在报 女士 黎先生是吗 想请问你当时 为什么会跟陈佳琪在一起呢 娜娜 说话要有证据 可不能乱说啊 先说清楚啊 我不是跟她在一起 我是碰巧经过 看她滚下台阶 反正我没事干 就尽好市民的责任 陪她来这儿了 为什么你当时 会碰巧经过呢 女士莫啊 我也想问问你 为什么你这么巧 接这个案子做了 你以前也是同事 别绕圈子了 我知道你们公司 查踪保险案子 而陈佳琪就是个关键人物 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 所以跟着她 查案呢 你们才是专业嘛 问我查到什么 是不是你给我份薪水啊 女士 陈佳琪情况稳定 已经转去病房了 好 黎先生是吗 如果你碰巧想起什么 想告诉我们警方的话 麻烦你随时通知我 好啊 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往扣啊 是啊 是不是随时愿意吃饭都行啊 行 好了 女士 这里搜遍了没发现 说对了 这件事真的很奇怪 李静超的车出事之前 真的有人看见他停在那间小学附近 而冰箱扔下来那栋大厦 后楼梯的壁路电视 也看见他出现过 这是冰箱是他扔下来的 但是没有证据 这件事绝对不是意外 赵志是他们的目标 我只是想问你 赵志出事之后是不是真的没找过你 这次不是他第一次失踪了 而赵志是最重要的证据 真希望可以快点找到他 我也希望是 不过现在这件事被人传得这么厉害呢 他一出现就会被人认出来了 这间高峰之五日 又生了 阿南啊 就是这个家伙了 活见鬼啊 幸亏我儿子不是读这间小学的 不然会吓得不敢上学啊 这些所谓的特异功能啊 就是那些江湖术士骗钱的 不是啊 我早上提新闻说 她是罗兹威尔的外星人哪 好 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我们两个那个有多好 别想那么多了 快休息吧 原来有人依靠呢 真是太好了 其实你已经很坚强了 发生那么多事 都是你一个人坚持 不过你要记住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这个枕头的确是很舒服 而且还是二十四小时 全天候服务随传随到 你有什么服务呢 中餐 西餐 人肉按摩器 不问问题的聆听者 总之好事好用 谁说让你人肉按摩的 好 幸亏有你在这儿 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知道呢 你对我爹地 其实有很多问号 不过你一个问题都没有问 所以呢 谢谢你 你想说呢 自然会跟我说的 你不想说呢 我逼你 你也不会说喽 集市速回 谁啊 有同事找我 我现在回公司一趟 这么晚还要回去 他这么晚找我呢 应该有集市 我送你 我送你 你真的不用陪我回去 我自己做地势行了 别让我担心了 现在很晚了 不用担心我 你明天还要上班 早点回去睡吧 那好了 有什么答应我好吧 自己小心点 你这么啰嗦 像个老伯一样 我自己做地势了 拜拜 小心啊 拜拜 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靳超他撞车死了 我知道 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 我很担心 担心 你担心我呢 还是担心乔文姐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我怕你也有事啊 乔文姐有没有找过你 没有 他现在伤得很重 他藏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他藏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他真的没找过我 对不起 弄痛你了 对不起 我没事 没事 现在乔文姐的身份 已经曝光 警方正在查 新闻也不停地报道 你下一步 打算怎么做 现在全香港 都当他是怪物 不用我出手 他自己会消失 既然目的都达到了 要不我们收手吧 没达到 游戏刚刚开始 曼特斯啊 我真的担心你会有事啊 我不可以没有你 你 你明不明白 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知道 但是警方再查下去 我真的很担心 他们会查清楚整件事 要不这样 我们离开香港 暂时躲一躲 快收拾 现在 今晚就走 怎么 你不是一直很想跟我走啊 先收拾了也好 但是 因为 银行呢 有些钱我要去处理 还有 保险公司 还有些案子要跟 我怕警方会查到 那要多久啊 给我两天时间 给我三天好了 你做主 我做了一些义份 这么晚叫我回来什么事啊 先坐下 我这儿你最近很乱 你好朋友阿艾刚刚走了 B宅又做手术 George又摊上这件事 老黎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不是关于George的 其实出事之前 就是打个电话给我 叫我帮他查一些事 喂 是我 去找你帮忙 整件公司最可信 最有能力的人就是你 我觉得最近 所发生的所谓意外 其实背后 是有个集团在操纵 我也从这方面想过 觉得有可疑 事情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没有证据 陈佳琪最近找过 叫我帮她 跑路的那个社工陈小姐 她藏哪儿了 我只知道 操纵意外集团 背后还有其他人 你想我怎么帮你 查尤天兰和卓生阳 这两个人 她还怀疑陈佳琪啊 我觉得George的怀疑 很有可能 这个 李靖超 扔冰箱下来的那个人 事发后不到半个小时 出车祸死了 你记不记得 杀死Jeff的凶手杜金 他也在李靖超的车房做事 如果杜金跟这几宗 有关的话 也就是说 李靖超也有可能 跟这些几宗有关 你的意思是说 李靖超有可能是 意外集团的其中一分子 对 那关曼特斯什么事 卓生阳跟李靖超 原来是念同一所中学的 是不是巧合 我也跟曼特斯念同一所大学 我是不是也是其中一分子呢 我还查到卓生阳 把李靖超打过官司 曼特斯有那么多客户 不是代表原告 就是代表被告了 我说了这么久 我觉得你不是不接受 是你选择不相信 我只会相信证据 对 这些材料是不够证据 但是卓生阳 跟李靖超的背景 是很有可疑的 我一定会继续查下去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你也看到了 整个冰箱扔下来 下面还有那么多孩子 这家伙没人性的 行了 你以后小心点 那妞真的没骗你 她刚才自己回了公司 现在还是一个人 真的没有其他人 没有 一直没看见有乔婉杰 你帮我继续跟着她 还要跟多久啊 你是不是想报仇了 我想 不过我怕被警察看见 武警帮你破好路 很快能走了 你继续找乔文杰 有消息通知我 事情还没完 我跟乔文杰还有得玩呢 是 子蒙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你不用安慰我 如果你知道 George在哪儿的话 告诉我就行了 Mentus有没有找过你啊 我跟你说George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Mentus 你听我说 Mentus 你男朋友前两天来 订了个戒指 可能是想给你个惊喜 总之 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这戒指 是不是Mentus送给你的 里面刻着M&F 你们到底认识多久了 为什么你还要搞George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但是 总之 Mentus接近你是另有目的 你想怎么样 你以为长得像我妈咪 就怎么做都行啊 可惜George不在这儿 不然的话 他就可以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你为什么不能冷静点 听我说完啊 我接近George是有我的原因的 而我跟Mentus呢 一定开始得比你早 我跟Mentus之间发生过的事 你根本是想象不到的 我来不是想跟你吵 而是想告诉你 叫你小心点他 就这么多 我说完了 不妨碍你了 买那么多东西啊 怎么会有一条女装围裙啊 终点购买的吧 你一向都不喝咖啡的 大学的时候 你说喝咖啡会头痛啊 什么 还是黑咖啡 以前不喜欢 不代表现在不会欣赏 人大了可未会变的 不是吧 风帆比赛 很久没看过了 还记不记得 以前呢 上大学你做队长的时候 经常逼我看 不知道多闷呢 干吗转台啊 你说闷吗 听听 多有什么理念 好吵啊 你什么时候喜欢 喂 什么 陈佳琪醒了 什么时候给他录口供 好 你有什么消息再告诉我 嗯 拜拜 嗯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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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别过来 警察 别乱玩啊 你们别过来 不然我杀死他 你老经理啊 叫你们别过来 别过来 都把枪放下 放下 都给我踢过来 别跑 别跑 都搞定了 是骗局 那三把存心坑我们 陈佳琪根本就没醒 警察知不知道是你做的 知道了 幸亏我反应快跑掉了 不是啦 警察应该没这么快抓到我 我告诉你 我这次不走不行了 船准备好了 可以走了 你来之前怎么不说一声啊 怎么 不欢迎我 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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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在幕后囚ство 在幕后细幻我没热爱 然后放肆任意 煌囊着期待 能胜过竞彩 生活亦无奈 谁从来没蛇修爱 的人离开 确认盼商 难靠身边无意外 谁人在命运之间想扭转记载 妄想挑战大时代 谁有看见未来 要阵摸相爱 若这世界有一个无可替代 仍然若命运相交可一不会再 放手牵手也是无碍 世恨或未来 有多少错